我求你 咱們三年都趕緊的份上 借我二十分媽 我媽媽不借了 誰跟你有情分呀 哎 你不是去夜家到上面女婿去了嗎 又怎麼會來的 來找我借mas 到這很淘汰 只有我媽做了什麼時候 我就去找工作我會還給你的 這飛 knitting 的鳳凰 又怎麼會這樣意 井裡的蛤蟆呀 你媽快死了 萬我屁事 不要打擾了我和嗑� petits 做的好事啊 徐文杰 我感谢你让御燕一直保持完毕之事 御燕呀 很润哈哈哈哈 不过你别说我不顾忌同学情分啊 我可以先借你了 真的 来把这个喝了 这二手碗不利吗 不呀 你们纸人在山 这人是磕哨购买的环乐天主 你知道多少钱吗 竟然弄脏呢 磕哨 这人还真是越穷越坏啊给我打 真是个废物 哎呀还是磕哨 身强体贱 谁都比不了 再强呢 你为我保你这个小大蹄子啊 哈哈哈哈 好啊 哈哈哈哈 他也哭哨 人家的环境太弱了怎么办啊 老板 我去给你买心呢啊 哎 行了行了别打了 给我偷注意扔了 对了 你这个穷兵就先给我的慧玉佩 慧气还给你 哎 你们 给我 走 这儿 炎帝神龙 玄狐济世 都能入境 我乃神龙炎帝 先将神龙界交予你 你现在起 你就是神龙殿殿主 掌管 神龙真经 修炼无上心法 万首可就天下苍生 副首可图万丈红针 切记切记 就余杀 就在一念之间 神龙剑 禁远 先生 阿宇 即 余杀 太好了 我还有救了 这神龙岩帝 岩帝神龙 叶家为奴三百年了 点出何时现身 叶家 必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爸 这神龙岩帝本来就是个传说 都成天子 做个啥 岩帝 若神龙岩帝能现身 叶家 必定一杯冲天 花啸 花啸动了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 苍天啊 神龙岩帝 终于现世了 苍天 快 花啸动叶神所有人 不会找到叶主 还有就是 你跟那个废物追选 徐文杰 离婚 大妈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叶主 完成我们业下的事 可是 说归说 这茫茫人海 如何寻找呀 谁带着神龙岩帝 谁就是爹 没钱做什么意愿 不要死在这里 毁了我张十一的名声 张医生 再等等 我儿子去借钱了 这次手续费 可是需要二十万 你还想扣你那废我儿子 他一个坠序 浑身上下 连十块钱都找不到 不过呢 我都有个办法 可以帮你做做钱 什么办法 今天 没运达的一个富二代小孩 需要一只眼角光 正好确定 我呢 可以帮你打打谢 酬劳呢 十万块钱一顿 才十万 做手术 我也是为你好 你一个老太婆 你双眼睛 十几个钱了 十万块钱不少了 你不是还有个儿子吗 你可以让你儿子 把眼角膜也卖 这手术费不就够了 不行 我可以想 我儿子不行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这眼角膜 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 不卖也得卖 来这 我不要 我开心敢 妈 徐文杰 钱借到了吗 妈 钱 我没有借到 那 那这怎么办呀 徐文杰 你来的正好 你把你的眼角光 妈的眼角光 一起卖 以后的日子 虽然是瞎了 但是留着狗兵 还可以沿街起跑 都是医者父母心 我看你根本就不配当医生 妈 我自己来救 啊 哼 我真 为何物可变 几次动 谁又死路一条 文杰 我突然 感觉舒服多了 这什么情况 好 竟然康复了 妈 没事了 你回家 啊 回家 给我拦住她的 必须有人留下眼角光 上 啊 你这么喜欢给有钱人物质 好 那我现在就送你去太平间 把眼角光尽了 去上上面 我去走错了 文杰 不要打 我们惹不起 妈 从今天往后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们 你 徐文杰 你放死 徐文杰 你放死 你疯了吧 我们叶家 实在唯一 最好的就是医闹人 他差点害死我妈 我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 你闹够了 还不跟你放手 滚 张神殷 连自己得了肝癌都不 别怕 倒省得我麻烦了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得了肝癌 这么会吹你吗 我当然 行了 给我儿信 小婷 你干些素工 跟我走 千千 我妈病已经好了 不过你放心 之前你们家每个月给的一万块钱医药费 我会还给你的 不用 区区几十万 我业价不放的形式 这样谈你哪里 里面有三十万 我没有 你要跟我离婚 去年我生产重 叶家厄运连流 所以才找你最终的 我们没有用 又没有不起 现在 我叶家是在供奉的大人自己 我作为叶家的长 虽然要侍奉他 历代侍奉的大人 是谁 跟你说一句 你一个嫔妮 怎么可能知道神工电 店主 我就是神农店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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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上连神农借的脸 还敢冒充是店主 你今天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喜欢趁牛 你吹别的也就算了 店主何其咱 岂是你一切子 所以说 你为了神农店店主 这个婚非离不可是吗 这是我叶家使命所 虽然我们素未谋面 但店主一定是人中有空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三十万你拿着 从此两不相见 不必 我看 恐怕你这辈子都找不到神农店店主 我跟你都说五亿 这个婚我必须 什么也别说了 现在就去民主局 和尚 你怎么办 你好麻烦把车让一让行吗 北正高速堵车 只有这条想象的能绕路 我父亲老毛病犯了 真的要去医院 你说让就让呀 麻烦您把车让一让行吗 这样让我欠你一个人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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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我倒可以 让我舒服一样有力吗 你 如玉 什么情况 爸 爸 爸你怎么样了 爸 你别打托了 啊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呦秦文杰 你还真是英文不散呀 秦文杰 知道老子今天领证 来专门送彩礼是吧 哈哈我是来给你送花圈的 我是来给你送花圈的 你他妈欠揍吧你 啊啊啊啊啊啊 今日不同往日 别想再动我风口 放手 秦军你把松手弄伤了磕手 磕家庭会让你催下培赏 好我倒要看看 今日露死谁手啊 爸来人呢爸 救人要紧 今天暂且放过你们这对狗男女滚 秦文杰你给我等着 先生先生你能不能帮帮忙 把前面这辆车给移开 我把招进去医院先生 来不及了我来试试吧 徐文杰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差点好像打架算线给人治病你 叶小姐给我几分钟 耽误不了你离婚 你走这个 你是医生吗你到底行不行呀 现在去哪都来不及了 就让我试试吧 你走 爸 爸 爸你没事吧 爸 怎么样了 感觉没事了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呀 在下沈万三 万三 这个名字怎么好像在电视上听过呀 哦 是北城首部沈万三 你好 我叫徐文杰 多谢徐先生的救命之恩 万三 莫尺难忘 等我一下啊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这是 人参果 不行不行不行这也太贵重了 你就收下吧 难道我爸的命还不如一个人参果呀 那好吧 好我知道了 徐文杰你赶紧上车 我们得去楼宫大酒店住寿 那离婚回到再说 啊好 我得回去了 龙腾大酒店 这是咱们沈家的产业 陆月 给酒店打个招呼 好好招待徐先生 好 此人绝不简单 万万不可待吗 好 我这就去 刚才那个老头怎么样了 没事了 你就那样乱点几下就能治病 虾猫碰上死后就算了 待会受宴你可给我少惹事 立头吃饭就行 你可算了 爸爸六十大寿 你还来这么晚 还把这个废物也带人了 怎么 你们还没离婚了 出了点疑问没离成 就把他先带回来 你介绍下我的新娘去 留上我 每人四大家就留上我了 幸亏幸亏 早又听闻叶家找你 就把他先带回来 这本身第一美人 今日一见果然是 毕业修啊 你就是那个 这一句许文贤 啊 吃一也夹的喝一也夹的 这老爷子过生日 不过没带东西 我带了你了 呦带你个人老干 人生果 这包装这么丑 没想到 这个更丑啊 那怎么还有外面啊 这该不会是你从那里头捡的吧 哎哎说 岳父过生日了 你就准备个这 你还好意思来进去 岳父过生日我准备了 明朝有了青花梅瓶 价值不菲哦 岳父你跟这个废物说什么话呀 他哪懂这个 你们够了 礼物部分高低贵见 再说 难道他有心意 还记得爸的生意 心意 姐 你怎么还帮着许文杰说话呢 你不会真的想养这个吃软饭了吧 你 我带的礼物是 但也最起码 我带的礼物是 假胡同 假胡同 许文杰 你说什么话呢 这花瓶 可是有专家鉴定过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就是 你也不看看 这个花瓶是颜色质感 这肯定是明朝有没有出土的呀 我说你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费 屁啊 你说什么 岳父大人一生收藏过的无数 待会让他来了看一眼 不就知道真假了 嗯 吵什么吵 大好的日子 搞得跟菜市场一样 像什么样子 叶珠珠 他若送您的明朝花的日子讲 这不回我名声了 本来就是假的 你别就是现眼 这花瓶 是真的 啊 真的 现在我话可说了吧 全屁 小姐 你无命上名上 按照我们业家规矩 行三会就扣离法道歉 这个花瓶他绝对是假的 爸 你怎么能说他是真的呢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质疑我的眼光 我说他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 就因为他是刘少 所以你就故意包庇 我 你 你 放肆 叶珠 其中你仨野 诗文姐 你疯了吧 爸 你别生气 这个损失从我分口里口 这个是明朝永乐青花梅词 世间就此一个 是值千万 千万 哎呦 这还真是暴体天物呀 爸 今天你一定要严守这个废物 这个就是你的明朝永乐青花梅词啊 这明朝也有二维码呀 18块8 这是你偏兮兮买的吧 不过讽的倒还挺真的 连岳部大人都看走眼 叶叔叔 我也是被骗了呀 我花了五十万买的 起码刘少肯花钱 怎么着 连你这个 从垃圾堆里捡了人生果 好千倍万倍 对 你看你这人生果这么红 充满了色素 这 这 他是想谋财害命吗 好啊 徐文姐 我们叶家养的你那么久 你这么老心狗肺 是 屏心堆 你看你皮多钱 这漂亮会吗 好啊 既然你们都那么不识货 我 那我就自己享受 垃圾是垃圾 绝配 这个熟逼啊 本来就一成细菌的 最新消息 昨日全球拍賣會 價值千萬的赤霞人參果 已被北城首富沈萬三收入囊中 你這個人參果 怎麼跟變成一個一樣 不可能 這個人參果價值千萬 而且在首富沈萬三手裡 這個徐文傑他怎麼可能會有啊 這人參果就是沈萬三送給我的 哈哈哈好笑 沈萬三是北城的首富 就連我的未曾蒙面 就憑你這廢物 你能跟他見面 千千 這東西真是沈萬三送給我的 你也看到了 我沒看見 你當時你就拿著盒子過來 喂 你說那個老婆是沈萬三 嗯 那他為什麼會出現在那個地方 哼 你這牛皮吹爆了吧 你說 這是什麼三送給你的 你怎麼還叫過來呀 我說的都是真的 不信你們自己去問啊 還這麼琢磨 這肯定是你偷人家的 我就說嘛 徐文傑怎麼會有這種本事 原來是偷沈萬三的寶貝啊 姐 當初我就說過 他入聚的時候手腳是不乾淨的 文傑這東西真的是你偷來的 夜叔主你還問什麼呀 這日房夜房家賊男方 來人了 把衣服我拔了我都要看看 抬頭什麼 拔我衣服 你嚇死 拔我衣服 嚇死你們 住手 你誰呀 沒看到我們劉業良家在辦事兒嗎 這可是沈家的地 區區劉業良 算了屁 請問您可是徐文傑請 正是 各位 畢人是龍騰大酒店的經理 李文武 徐先生是貴賓 要是有人敢對他動手 你客氣 這廢物 踩到狗屎裡啊 竟然有李經理看過 他什麼時候放上這個大事 李經理 應該得謹慎你 這貨 可是個小 怎麼 實在質疑 沈家然嗎 夠了 此事到此為止 都不要再吵了 爸 不能放我這個死 害咱們夜家都快了呀 小平 人都到齊了 今天 我有要事要說 先生 我在外面隨時恭候 如果還有人對您不敬 請您分 留心了 今日收宴是小 神農店店主現世 早日早到 神農店店主 才是當務之急 我們夜家能否重返一流世家 就看這一次了 所以我決定 誰又能先找到神農店店主 這就可能 繼承回春堂 什麼 回春堂 爸 回春堂一直是我在管 你怎麼拿來幫堵住呢 大驚鬼咒 夜家 想來是能者就決 回春堂是職過意 往後得到店主加持 顧百億都不止啊 我必須 爸 您放心 我也會努力找到店主 本來我只想玩玩這浪梯子 沒想到他竟然有機會繼承回春堂 那我得出生意 沈家明晚在天原閣舉辦慈善晚宴 屆時 北城的所有名人都會參加 聽許我們能找到神農店店 對呀 這沈家人脈 遍布全國 也許啊 這沈萬三 早知道神明一定有多嚇 不過這沈萬三呢 身居簡出 夜家是單靈 還不及不降臺啊 而且這個慈善宴 是誰都能參加的吧 那是當人 只有身家過千億的朋友 不能參加 這恰巧啊 我有兩場友情啊 哈哈 姐姐 那我可就不客氣了 誰要你跟著這個費用追訓 不就是沈家的邀請人嗎 許文傑 你就會耍這屁呢 有本事 你帶我們家倩倩去參加晚宴呀 只要我願意 沈萬三會親自迎我進去 只要我想去 沈萬三就會親自迎我進去 許文傑 你傻了吧 你可別忘了 你偷了人家東西 這沈萬三要是知道你的話 那還不砸死才怪 就是 你不要以為你這是這個什麼 龍騰酒店的經理 你就能直上清雲了 龍騰酒店不過沈家的一個小巷館 明天的宴會就是你認識那個精神業進去 你不如到天雲閣找找看有沒有狗洞鑽進去 看來見神農店主是何其簡單 你去先要七塊十八萬 那我就陪你們到底 你 學姐你會哎呀別叫了 留他還不如留小狗 你看你那肺有疑問 你要搞個像 劉少這樣的 你找到神明店主 只要你能找到神明店主 我把回春堂雙手封身 絕無疑 倒也不必 回春堂的所事我還要問你呢 你可以留下來 日新三期你 徐先生 您是遇到什麼問題了嗎 老李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照顧好徐先生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何事 原來是你讓李經理來照顧我的 沒事 裡面太悶了我出來走走 徐先生 家父特赦慈善晚宴 只為打盡您的救命之恩 請您一定要來參加 另外 這張青龍卡也請您一定要收下 青龍卡 這張青龍卡在審視集團 任何場店啊 隨意消費 必要是啊 可掉商業的資料 這也太貴重了 我可不能說 我 邀請韓能不能給我一番 莫說一份 十份都行 但是這張青龍卡 請您務必收下 那就 謝謝沈小姐了 徐先生的人中之龍 您能參加晚宴 是我們的榮幸 沈姐 晚宴的邀請函 我拿到了 聽到了 弄個真的一樣 現在是導演電視記錄 我 徐先生 你先是偷沈家的人生果 又是偽造沈家的邀請韓 你這是自己想死不算 還想讓我們一眼間下水啊 這邀請韓也真呢 徐文傑 收錢那沒掉的資産 這是什麼 葉倩倩你 我原本以為你只是我 沒想到你為了面子 你竟然這麼不讓做出這種事情 我真是對你太熟了 現在馬上跟我搬出你的 再也不想見 搬出吧 你說你可別過去求我 現在看著不看 啊 啊 啊 哎 你走了 別碰我 回去叫我姐來爸媽 快啊 前天出去了 爸媽也沒在家 啊 啊 我好酷啊 你真是筋骨錯位 欺缺你行 帶不及時治療 會亂下終身殘疾的 我配啊 你 你個死廢物 家裡詛咒我 愛信不信 你搞我搖手 啊啊啊 你真走了 好痛啊 好痛啊 可啊 你求我 我求你 但是 你要是治不好我 我這輩子跟你沒玩 再那麼廢話真來不及了 啊 喜歡 你 你 想哄嗎 我 我 有 我 你 你剛就是想非禮我的 要是我媽和我姐回來 你你剛才想對我更進 你怎麼不是好歹啊 明明是你求著讓我給你治療的 現在還反咬一口 反咬 我難道會用我的清白來污蔑你嗎 姐你還為我做主啊 你非禮想聽兩句 你不要說 我走 我剛剛好害怕啊 這個隨文傑就是一個禽獸一個色狼 錢錢 你喜歡你就是個仁渣 你趕緊給他離婚 有他在我們一點都愛生不了 我記得你每次面瑜伽的時候 都喜歡我口中的 都喜歡你口中的 我記得你每次戴瑜伽的時候 我記得你每次戴瑜伽的時候 肚子 剛剛徐文傑明明是在給你治療 你為什麼要誣陷他 那又怎麼樣 他用的憋講的藝術 恰巧誤打誤撞而已 而且 他本來就動了我 不是 你怎麼這樣 那又怎麼樣 徐文傑本來就是個窩囊廢 在咱們家白吃白喝的 還讓劉少在寿宴上難看 我剛好趕走他而已 那不是更好嗎 你必須給他道歉 我為什麼要給這個白眼王道歉 他憑什麼 天天 小婷哥是你妹妹 你怎麼哥哥是我歪歪 我 我出不不去 下車我送你一下 不用了 大陸朝天 偷走一遍 你 好啊哎我知道真相了 這不是我 所以呢 不是 你一個大男人這麼進去就講 啊好啊好 這則是我不對 你上車你進去 這還差 你什麼時候趕給藝術 跟電視上學的呀 不是你膽子也太大了吧 跟電視學就敢救人 你這是非法情勵知道嗎 怎麼 那小姐是在擔心我 我那是怕你得罪什麼人 牽涼我們也 小子 你的女人我看上了 喝完就乾淨淡 小子 女人我看上了 喝完就乾淨淡 哈哈 美女 有緣遇見 不如 小姐 你誰啊 結婚了 這不是審視集團的趙總監嗎 又出來打臉了 他看上了女人就沒有搞不定了 這小子真可憐 這麼漂亮的老婆 後面就被人撬走了 結婚了好呀 我就喜歡人妻哎 哈哈哈哈 窮逼 聽得懂人忘了 我讓你趕緊滾蛋 我睡定了 知道拍我臉是什麼後果 哦呦 後果 你小子 喝完 哎 你告訴我 什麼後果 哈哈 女女 陪我一碗 你看到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你 我是審視集團的總監 審視就是天 來人 我現在要當著他的面 睡了他的女人 你闖大後來趕緊走 慢著 晚了 又把他剁了 再給你一次機會 跪下來給我老道歉 不然 三條都給你道歉 你瘋了 你趕緊給張總監道歉 現在的忙 不需要跟任何人道歉 錢 我告訴你 老子不缺錢 老子要的是你的命 和你 做 這廢物怎麼會有 喂 沈小姐 請問 你知道一個叫徐文姐嗎 徐先生 是我們集團最尊貴的客人 尊貴 有多尊貴 到什麼時候 尊貴到可以讓你去死 徐先生 徐先生 是我永遠不是泰山 我該死 你饒了我這次吧 讓我這 老大 廢什麼話跟你說一下 徐先生 我永遠不是泰山 我該死 只好我 讓我自己 死罪可免 活罪難逃 死罪可免 活罪難逃 你是沈氏祭堂的高層的吧 那 明日的慈善晚宴邀請凡你來用吧 把你的邀請他送給我老婆 然後 每個人在圖上砸十個酒瓶子 這事 不就當做沒發生 小小意思 不想建議 不想建議 還不快撒 是 走吧 這趙公子 怎麼這麼變 喝多了 應該是吧 對了這個邀請凡是審視趙公子給的 你總應該相信是真的 這次算我欠你的人錢 分手費 都給你要說 我這青龍卡都能調動商議資金嗎 還在乎你那二十萬 哇 沈家果然是財大嫉妒啊 竟然能在天淵閣舉辦行業 這個是招待黃金國際的地方啊 姐 你這在哪搞的邀請凡啊 這能進去嗎 你就放心吧 這邀請凡的來路絕對恐怖 我是害怕到時候你進去被人攔住了 丟了我們業家的臉 哎 無妨 啊到時候千千被攔下來 你就說跟我來的 他們也不會攔著 我聽說今天沈家還會專門打謝一個大恩人 沈家已經富可帝國 那此人該是何等尊貴 沈家要感謝的人 就是我 沈家要感謝的人 就是我 你是不是傻了呀 哎你上次偷了沈家的人生果 這次還想偷什麼呀 真是狗趕到吃屎啊 你要是下次還偷東西 你就叫人打斷你的狗腿 你怎麼來了 趙總監把邀請安給了我 這也進不去啊 沈氏的趙總監 這可是出了名的大色魔哎 假 你該不會是 沒睡在德蘭的邀請安吧 你葉小婷 之前你誣陷我的賬還沒給你算 現在又敗華千千的名聲 你 你是個廢物你敢打我 快把我打他 呀 神無腹肌之力 他敢學人打架 媽的 看他天下個門口打人 哎呀 把能打的叫出來 來 留上留上 醫藥費我給你 這可不是醫藥費那麼簡單 除非哎 被什麼話呀 一起上 看著找死 我看誰敢 住手我看誰敢 住手 看誰敢 我沒你你誰呀 誰都要多管先生 這沒你比起夜心間還更有意思硬 徐文杰這小子厭福不起 美女 以你的身材樣貌想要嫁入豪門 是分分鐘的事 你可別被這個廢物騙了 他 就是一個窩囊肺小偷 你是那天堵車求救的人 徐先生 這位是 我妻子 你怎麼這麼優秀 你怎麼這麼優秀 竟然一年早婚 優秀 他 他馬上就要廢個結婚 離婚 那可趕緊的 這樣我就有機會了 嘿 你個胡語精 你就這麼想哪兒 只不過他活不過今晚了 動手 我看誰敢動我的人 你可別老來 這兒沈家地方你敢動啊 沈家不會招了你的 我倒要看看 沈家是怎麼不放過我 來人 哎 那個今天我暫且招了你走 快快快 徐 快走 你竟然還沒離婚就找好了下下 徐先生 您沒事吧 就憑他們 你要是再晚來一會 就死定 徐先生 您到底是什麼人呀 徐先生 您到底是什麼人呀 岳家追序 一個為了每個月一萬塊錢醫藥費 去給母親治病而入罪的人 您在開什麼玩笑呀 以您的醫術 還有什麼醫藥費 此事說來話長了 我們先入席吧 徐先生 你還真的進來了呀 不會靠著是這個美女的邀請安嗎 美女 別為這小偷 騙財騙色 騙財騙色 我倒是想 就怕他不願意啊 婊子配狗 平常也就 嘿 歡迎共來民參加沈家慈善老片 晚宴 晚宴開始之前 我們沈家 要打謝一位大人 下面 流行沈家大小姐 沈如玉 這沈家奉你身居簡素 這沈如玉也是角色無裝 不在千千之下 連沈家 連沈家都要感謝大人 該不會是神明店主吧 看來這套 果然沒有犯人 沈家千金 終於要露面了 許文傑在哪 許文傑在哪 我聽說你這個廢物 困見了沈家 沒想到是真的 上次你打了我 這次你別想起 呀 你這個廢物 又搭上哪個女人 在這蹭蹭蹭腹 我就說許文傑是個騙子 你看 又有人來找他 少伯 這個人是誰呀 你認識嗎 是北城 創下的老公 創新 創下的老公 是為人 來人 把他給我帶走 沈家晚宴 其他容你幫助 今天就是沈萬三來著 他也阻止不了我復仇 我舅舅可是龍寺 你們可好嗎 這可是龍虎堂的人 成績下 虎堂堂住龍寺 你也疑問你別人龍寺 徐文傑你快逃 現在要逃 晚了 給我上 是 住手 我在這裡誰敢動他 哎呦 是不是上次那個美女嗎 啊 你說這徐文傑給你灌什麼女朋友啊 啊 你這麼護人 你想救他 不是不行 這樣 你來陪我一起 或許我開心了 能饒他一條狗 你這事 你什麼用 啊 啊你們弄去幹嘛這樣啊 啊 這這徐文傑什麼時候這麼大了 再能大有什麼用 他龍虎堂的人 沒有人能活著怎麼相承的 喂舅舅 沒人打了 龍虎堂那些兄弟也都軟了 快把那龍虎令 快擠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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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楊 快走 放棄 這 快快走 我會不會心裡蒙 嘴 快走 快走 不去 好 哪 你放心我們沈家定戶你到底 喂吧 徐先生有難速來田園閣 徐文件用不了多久 你就會變成一具屍體 那什麼貓狗堂真這麼厲害 大敵當情您就別開玩笑了 就算是我們沈家 放心 徐奇貓狗堂還耐後面 我定戶你回去 哈哈哈哈 不愧是徐先生呀 龍虎令之下 竟能如此氣定神賢 呵呵不管再說 你不用那麼大肥肉仗 反正他們一個人贖 原來我們一定遇到的 是十萬三和沈龍玉 可少我們該怎麼辦呀 你怕什麼 有我舅舅在他沈家算個屁啊 沈老公 你真的要保留這個肺 啊 沈家多年機業不業 你現在給我跪下認錯 我還能饒你一條狗 這是我的事情 跟沈家無關 你們走吧 我老闆你了 徐先生 連我的命都是你舊的 我來得及 我告訴徐先生 我保定 龍虎爺爺爺 這排場 讓氣壓都變低了 你愈是低下環境融死 這球 你你可算是來了 剛才就這小子欺負的我 你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那 你想怎麼處置 殺了他 剁了餵狗 我再住 我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先走 公司 兩個小伙子幹账而已 有必要搞這麼大嗎 拉沈 你少廢話 認得這個嗎 認得 龍武堂的圖騰 那既然認得 為何 還敢動手啊 看在老沈的面子上 你自費一幣 滾出北城 這事 就當成沒發生過 舅舅 這事自斷一幣就算了 這也太便宜一個小子了吧 怎麼 你再教我做事 快點 趕緊自斷一幣 會想認錯 原來無知和弱小 並不是你生存的丈 愚蠢才是 我若下跪 這五生皆死 就憑你們這些蟲蟻 也配 敢捂你龍四椅 你招死 拼了 住住 小蟲蟲 可不 進一步說話 借什麼借 有什麼話就在這說吧 你堂堂龍四椅 他害怕在人前說 剛才不是還要鑽過一隻手嗎 都是誤會 今日之事 到此為止 舅舅 這可不能就這麼算了 這要是傳出去 我們客家以後怎麼在北城立足啊 這可不出鏡 你媽也只是讓我做大肝哥哥 你看你 幹嘛一步 我打斷你的狗腿 龍虎堂堂堂主龍四 拜見神農殿店店主 拜見神農殿店主 龍四爺您這是 是 店主息怒 數千人也不是太傷抱犯了你 請你數字 原來是泡龍 我還想逗玩又 神農殿光明又使 拜見店主 拜見店主 莫三叔 您可以 早前我得知 神農殿店主出現 我激動的心梗都犯了 沒想到 救了人 正是新任店主呀 可你們就不怕 我這個神農戒是捡來的呀 店主您多虑了 神農戒只任店主一人 其餘人也拿不起來 所以 凡佩戴神農戒者 必是店主啊 原來如此 哎 那葉家為何要找神農殿店主 禀告店主 葉家原為我 神農殿光明左矢 因貪念過重 被上任店主 匾為普通世家 現在在北城賣藥為生 怪不得要設立回春堂呢 敢問店主 可曾婚去 我現在還是葉家的墜序 但 有婚姻之名 並無婚姻之事 而且 很快就要被離婚了 這葉家 那鼠目不是真農 火蓋 夜家 有眼無睹 店主 請讓屬下 為您安排 招新喜宴 啊 這麼快 噴 里人神農殿店店主的婚取之事 别啊 我可没有心思管那些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还想过一下普通人的生活呢 我现在的身份 谁也不能透露出去 走了 神农店店主重新现世 沈万三将于龙腾大酒店 为店主举行招亲仪式 什么 神农店店主 现世啊 爸 店主 店主要招亲了 我已经结婚了 想来 无缘招亲大殿 七强 这可是咱们叶家 一费冲天的大好机会啊 爸 这是好事啊 你怎么了 神农店店主现世 竟让沈家结族先登 店主招亲是好 不过这邀请函 从何而来 倩倩 咱们叶家是在事故身东店主 你跟婷婷呀 都是北城 一个大美女 她店主看不上你吗 姐 这邀请函 可得看咱俩个平本事吧 就算你去了招亲眼 店主怕也是看不上你 怎么 这招亲眼还没有开始 就一个个的想要嫁给你 弄过脑费来干什么 还敢亵渎电 小心让神龙卫抓 我来跟你们送情景啊 请减 你个窝囊费 你怎么可能有神龙眼请减呢 这个窝囊费被咱们叶家都赶出去了 你们怎么还护着他呀 那还用说吗 那肯定是没钱了 想回来额钱呢 我闭嘴 爸 你别生气 我这次再来 哎 等一下 文姐 刚才你说你能有办法得到神龙店店主的邀请函 没错 甚好 甚好啊 爸 他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傻兵 他从哪去搞到这个群点啊 史强 你还真想去他的贵话 谢谢 早饭你记迷了 我许文杰说到做到 喂 什么算 我命令你立刻送两张情节到业家来 你 你装什么逼呢 什么三十何等人 岂能是你 所以支配的人 小婷 你跟他计较什么 姐 他为了装逼撒这种明天大伙 你还护着他呀 小婷说的没错 三年了 这废物在咱们家白吃白喝 连个镇里的工作都没有 除了吃饭 还能干什么呀 妈 你忘了 他还会吹牛呢 文杰 你可真荒谬啊 要是主上 还能跟沈家说成话 可现如今就算是我 也跟沈家拿不上话 许月姐 你到底报告我 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我给你就是 叶琴琴 在你眼里 我就那么无能使 哎姐 你不是早就把离婚协议拟好了吗 你赶快拿出来吧 离婚协议 嗯 罢了 拿出来吧 小李龙龙龙大酒店送来两张情景 小属龙龙大酒店送来两张情景 什么情景 你赵啊 神龙殿招新宴的情景两张 你再说一遍 神龙殿招新宴的情景 叶家 叶家军席 知人可待 这个你们应该感谢我 要点不要点 人家都说了这是龙腾酒店送过来的 那肯定是神龙殿主看上了我们叶家的闺女 你直接送过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们这是要过河拆桥啊 我倒想问问 店主送来两张情景 看上你谁了 应该是我呀 也瞎了 看什么 叶家就我一个单身东西 姐姐至今还未离婚 难道店主会看上他这个有夫之妇 既然店主送来两张情景 这就意味着你们两个都有机会 不管你们两个人谁被选上 我们叶家 一费冲天 老头子 我看呀 赶紧让天天就罪我离婚吧 就是 姐 你如果想去参加的话 就尽快离婚吧 可别顶着人妻的身份 丢咱们叶家 你们在这里讨论离婚 问我当事人的意思 你个废物 我们叶家 哪让你说话 就是 我看今天这个离婚协议书还是赶快签了吧 凤凰从来都不申计 签了 签了 也是真的 金钱就得 我叶家是在过破神龙店 既然是店主商亲 我怎么都不去 这个婚 虽然是越早越越好 一个店主夫人 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 家族什么也所在 况且 我们本来就不合适 看来你去 你可别后悔 后悔 可笑 引火 岂能与浩月相争 你可窝囊废 你也不再后就知道你自己 我女儿归为你不悔吗 文杰 为了叶娘 你就签了吧 爸 连你 叶雪姐 我问你最后一句 确定要离婚 确定 我叶家养你一女 冲洗的事 已经放完了 再给你五十 我不欠你什么 毕业 从今天起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一别两宽 奔奔奔奔一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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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密一条 五十万不想 那就以后继续去送外卖和水泥吧 不要更好 省下的钱呀 刚好给你俩做嫁妆 好了 你俩别说 现在已经分到扬镳了 就没有必要在他背后迭回他 姐 你都离疯了 你还顾着他干嘛呀 这废物呀 都耽搁了前天一年的大好时光 不让他赔钱 路易恨 错了 小郑前辈 我们叶家是在释放 也掉了叶家的身份 神龙殿主的招亲大典 必定是云贵习俱 送礼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咱们叶家的领 得好好准备 嗯 前前说的是 叶家之旅 必须挂在头筹 你是叶家长律 这件事 就交给你来操办 是 呦 这不是叶小二位小姐吗 越来越漂亮了 小婷 你也来参加赵青 刘少 是我爸让小婷陪我来的 鬼性呀 小浪弟子无非是想攀附神龙殿主 反正本少娃娃而已 先与柯少一首 徐文杰 上次算你小的运气了 神龙殿殿主刚好现实 我舅舅就摔楼和堂车 没想到你还敢出现 我的招亲大会 我为什么不能 我的招亲大会 我为什么不能 你自己的招亲业 你以为你谁呀 神龙殿殿主吗 何朝 这人脑袋我 别理他 学生姐 今天是我们叶家的大人 你要是赶倒了 消怪我们无情 好大的口气 我倒想看看 后药 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让我姐和你离婚了 你脑掉 徐文杰 你还是赶紧走 这不是你再来的 听到了吧 徐文杰 都离婚了 别人家一百成 可老说的是 我见过不要脸的 还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见 我不要脸 看着自己的女友打扮的花枝招掌 前来参加招亲业 头顶着青青草原的才是真的不要 你还有脸说别人 几年前 你就是个女保密 江与业的手感可真热 三十六滴 长手 真爽啊 对了 老的下一个女人就是你前妻业 哥 拍舞的 找死 你可打我了你死定了 徐文杰 你敢说我不逃了 你知道吗 你别吗 别让我来 想就让你吵 你 你说 你 你 我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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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咱们大日子 你到时候找了神龙殿店 你说的对 咱们今天是来给神龙殿店 建设后宫家里 如果得到店主的首饰 回身旁 你到时候就乖乖的被我磕点 找 你这个窝囊会 还要参加神龙殿店 店主的周期那会 你怕是连请柬 你要有请柬 道理 请柬算什么 我许文杰进去还需要请柬 放闭法 你赶快滚 今天来的都是北中的钱贵 你少在这丢鞋 许文杰 你还是趁机走吧 我走 我要是真走了 这招亲大会还真就开不成了 不是 你真以为你是神龙殿店主 今天出来是不是他妈咳药 可少说的是 这小子绝对咳药 脑子不正常 你还真猜的没错 我 就是神龙殿 你还真猜的没错 我 我 就是神龙殿店主 不是 你怎么神龙殿店吧 是哦 咱们还是进去吧 不要理督 不急 我倒要看看这个装鱼饭 没有请柬 请柬 进去 秀文杰 这不是你放肆的地方 你赶紧走 神龙殿店主 请的是你这 磨磨磨废 那天 十条 你都不够 大害鬼害 睁到你们的狗眼 看清楚 说一大人 这傻逼连要请她都没有 她就是来小局的 你们赶紧把她赶走 啊对对对对 他就是叶家那个傻逼这句 根本就没有赐过通话片子的 卓庆大会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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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龙殿的人 怎么会比徐文杰小的 还叫他大呢 我说 怎么回事啊 姐 神经啊 徐文杰 你到底是什么人 起来吧 哦 我就说这小子 是什么人 原来他们是在给神万三 神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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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柯欣 让开 没时间听你解释 哼 就说是 神龙殿 神龙殿 你赶紧让开 这神万三 怎么好像在哪见过 神大人 这小子没有情景 这乔严会 您快把他赶走啊 对对 赶出去赶出去 闭嘴 徐先生 是我神龙殿的贵客 请你们在这放 贵客 贵客 徐先生 里面请 没搞错啊 徐文杰是神龙殿的 客人 咱先别惹徐文杰 静观其变 走 先进去看看 走 走 爹 那怎么回事 徐文杰 真的有什么生命吗 我跟他夫妻三年 他如果真的有生命 我也不认识 或许 是既然想过其事 走走 徐先生 您来了 瓜了 我都说了 不要嫁给神龙殿殿的 根本还有我的三家中心导物 对 瓜一 神龙殿殿就是 是 瓜一 神龙殿殿就是 沈小姐 嫁给神龙殿殿主 有什么不好吗 谁跟神龙殿殿主 不如许先生您一个 可能如玉对我采取真爱啊 如玉女孩子家 矜持的 不妨 那你在这陪许先生 我上去不是招心打理 许先生 是陪了 又是这个骚狐狸 姐 这徐文杰肯定在你离婚前就出轨了吧 徐文杰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徐先生 原来你已经离婚了呀 刚离没多久 太好了 我终于有机会能成为徐太太了 嘿 撒狐狸 你捡个废物还当块宝 你瞎呀 叶家 哎 竟然不认识谁不愚 哼 尽管得罪谁家 回顺唐 池怎么说 美女 我劝你早日回头啊 大小姐 我愿意和谁在一起 就和谁在一起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以你这姿色 去参加那个周婚宴 兴许被电影看上 从事虽然这都变凤凰 不好吗 闭嘴 徐先生 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闭嘴 徐先生 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徐文杰 他说的是真的 你也不是 姐 这都实锤了呀 这徐文杰就是出回这个狐狸精了呀 平时 这窝囊会刚离婚 就能搞到谁家大小姐 癞蛤蟆还真吃上天鹅肉 徐文杰 我真没想到你是最主人 各位 静一静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神农店店主招亲大会 我宣布招亲大会 现在开始 大人神农店店主人呢 店主已知会场 什么他在我们中间 倘风盐 神农店店主 他就是定政 为什么 神仍如笑 这个人 我们好像正在前 Playstation 北辰殭屍密宴 你给你组起来 绿组 僵尸 这就是你们僵尸的理念 难道你的长辈没有教会 和男人相处的分寸 为什么你不相信 他 客长 像勾引店主义我的绿帽子 你怎么就那么不知道吗 今天晚上我就给你找三 我让你爽个够 我跟着 我跟着 是这个臭婊子自己固知死活 冲灶店主 来人 把他给我拖 电竹 电竹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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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源 你也有精品 放开我 这就是磕烧交的那女人 哈哈 长得就不戴心 来呀美人别怕呀 哥哥们在你手啊 你们别过来别过来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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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竹 周庆卉汇集了城北百位美人 在下可否询问周庆卉的规则是 没有规则 各位随意感觉 见识 不会全部结果 没有规则 店主大人 难不成是想看 在场的 和姑娘更有成功 可少人请示 这神龙店的 全部最高店铛 想问店主原因 必须有一定的财力 我请家愿意出 一千万作为嫁妆 一千万算个屁呀 我招架愿意 把江北十加4S店 做嫁妆 十加4S店 就会拿出来炫热 可王家愿意献出 苍城月片三十多毫人 我叶家愿意回春堂为嫁妆 我叶家愿意回春堂为嫁妆 回春堂 北城回春堂 价值过亿 这可是大手笔呀 这叶家为了嫁妆 竟然连回春堂 都愿意大手笔 怎么办呀 万一店主真的看上这叶家愿意 咱们出运回春堂 一块就跑汤了 慌疑 在场汇聚的上百位为成本 他只有百分之一肯 可少说的事 小姐 老爷说了 沈家不能被叶家离下去 在叫城丢着面子 你来开口我先有所处不想被店主注意 小姐 小姐这不合适吧 怎么了 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赶紧去 呃 沈家希望 店主给两千亿彩礼 我才好能嫁给店主是何等圣容 竟然敢索取两千亿彩礼 都说越富越抠 但沈家这是鱼骨谋屁啊 沈家 沈家要玩呀 竟然 这沈家大小姐脑子坏掉了 竟然敢索取两千亿彩礼 都说越富越抠 沈家 但沈家这是鱼骨谋屁啊 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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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城首付的位置 也该让给你也讲 姐 那你的意思是 沈家大小姐这个禁令没了 咱们就希望被店主选中啊 别放眼前场 我谁能比较 沈家如此 我的机会呢 店主英雄伟案 当真是天险第一 我客家 准备了加利三千 还望店主一步攀设 慢慢挑选 客家 算哪根 叫人不敢 神租店主 莫然也有钱 人不敢 并不敢 小姐 我还说了 你今天必须和店主说话 我说了 我只想嫁给徐文杰 小姐 我曾参见店主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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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有决筑 可有决策 这人是谁 徐先生 您刚才去哪了 我刚上路次 接下来 有请神龙殿店主 上台宣布 选亲结果 哎 哎徐文杰 人家喊的是神龙殿店 你上去干什么 你这个窝囊飞 赶快下来 不要连累我们业家 徐文杰 你赶紧下来 难道 他是 陈会长 你来告诉他们 我试试 陈会长 你来告诉他们 我试试 走 叶浅浅 你干什么 徐文杰 冒充神龙殿店主 可是死罪人 你我夫妻一场 我不想看到他 趁神龙尾还没来 你赶紧走 算你还有点良心 徐文杰 你是真不知道死字的东西 竟然敢冒充神龙殿店 当然 这种人你快要哄出去 各位 今天是徐文杰物理 我带他 向各位大 叶大小姐 冒充神龙殿店主可是死罪 我劝你别贪这套 姐 你干什么 你们俩都离婚了 你还管他干嘛呀 三年了 我就算是养条狗也有感情 我不能不管他 有意思 看来这身份 还不到暴露的时候 吵什么吵 你们不就是想把我赶出去吗 那 有没有问过他的意思 今天是神龙殿店主的招亲仪式出现了一些小差子 大家不要在意 接下来 有老夫 再为宣布解口 神龙殿店主 真大方啊 有人冒充他 他都不计较 果真是大杀四方的英雄 就是不知道哪个女人这么幸运 神龙殿主 会选我吗 我猜这人选 我猜这人选 必定画落叶家 在场 谁还能跟回春堂相比 就是不知道是叶大小姐还是叶二小姐 叶大小姐端章大气 叶二小姐 新交粉丽 二人各有千秋 莫森参见店主 莫森参见店主 莫森 莫森 店主好有角色 莫森 这人是谁 神 小女如死无闹 还能成能店主厚爱 莫森真是感激不尽 大神奇 这里是神龙殿的至尊黑金卡 啥我就不收了 之前如玉已经给了我一张青龙卡 青龙卡算什么 只有至尊黑金卡 才配得上你的身份 我宣布 神龙殿店主亲订的夫人是 沈如玉 沈小姐 什么 这店主竟然选的是沈家的小姐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这沈小姐到底有何魅力啊 索要两千亿才利 这店主竟然还能选她 小婷 我们走吧 上面我们什么事 我们叶家 注定你住 我不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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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龙殿店主 我知道您尚在会场 你给我听好了 这辈子我只愿意嫁给徐文杰 沈如玉 你干什么 什么 那沈家大小姐 我之前得罪了她 你也要和我出去 无妨 她不愿意嫁给神龙殿店主 等店主怪罪下来 他们沈家 请客解决 竟然敢拒绝店主 她这是一乱七十 没听见主吗 那我再说一遍 我沈如玉 此生非徐文杰不嫁 疯了 放着神龙殿店店主 非要嫁给这个徐文杰 沈家大小姐脑子不正常 如玉 不要胡闹 我说了我不嫁 十个神龙殿店主 都比不上一个徐文杰 什么 神龙殿店主 比不上一个 叶家废墟 灵活 岂能与浩月 这徐文杰 这徐文杰不知道 他玩什么 婚约 婚约已定 不容易去你反悔 好 那我就亲自去神龙殿找他退婚 神龙殿 神龙殿 你 不是 什么 你说神龙殿店主 选择了沈家大小姐 沈如玉 叶家 世世代代世奉神龙殿 没想到 爸 别急 咱们还有机会 我听说这个沈如玉 要去退婚 什么 我没听错吧 小青说的没错 沈如玉被徐文杰迷惑了 被徐文杰不见了 什么 什么 那死废物还真是好手段 既然搞定了十大小姐 怪不得在我们叶家这么嚣张 妈 其实这一次还要感谢徐文杰了 到时候等沈如玉去退婚 咱们叶家更好去提金 提金 向来只有男方向女方提金 你还要女方去提金的规矩 天天 你就是太熟悲矩 太听话了 你当初嫁给那个徐文杰 那就是个错 现在啊 有这么好机会 你干嘛不抓住呢 我们叶家世代世奉神龙殿 主动向殿珠请安 这是我们叶家殷智的义务 就那么丁了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带着个嫁妆 去一趟神龙殿 哎啊 猴子 咱们光打着回城堂的旗号 这空车手去不妥吧 就是 爸 妈 这赔价怎么着也有车吧 嗯 神龙殿主身份显规 咱们不能太小家的钱 你们两个 现在就去买一辆最好的车 好 哎 你什么呀 这车碰不起啊 我浪费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徐文杰 这车你碰壞也赔不起 你赶紧出去 废物 听见没 我叫你出去 赔不起 这车 不要 这车 不要 就你 一副屌丝样子 你有钱买吗 开个价吧 十亿 你有吗 十个亿这么便宜啊 行 罚卡 我错 十亿能刷 刷我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就不 不 你信不信我那么赶紧 来啊 黄龙飞 你为了挽回面子 搞这种无聊的把戏 你无不无聊啊 徐文杰 你赶紧出去 你别耽误我买车 听到没 我姐让你滚出去 不就是一辆车嘛 硬得着这么大洞干戈吗 两位小姐给你面子也不要 你非要不见棺材不落泪数 好 你游子 硬得干什么 上啊 来打托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你怎么来了 这店我还来不得了 您说笑了 又是你呀 骚狐狸 这位小姐 这次你又想满足徐文杰的无聊的自重心 徐先生想要什么我都会无条件满足 他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满足他的自足 臭 这小子竟然搭上谁家大小姐 喂 呸 呸 这就开始勾搭男人了 还是我姐不要的垃圾 垃圾的是你们的眼光 我还真没见过有人将真龙拱手相让 喂 你说谁没见是吧 我不相信 别说了 徐先生 您开上这车了 也就那样 卧槽 这可就驾驶实义的豪车 什么叫也就那样子 这小白脸啊 真容装屁啊 经理 这车就送给徐先生 你去办一下手续 什么 这实义点击豪车 这种拱手相送 乱着干嘛 还不快去 等一下 叶小姐 有何指教 这车 能不能卖给你 叶小姐 不是我不卖给你 只是我们审 兵理 这卖车总得讲究先来后到 是啊 叶小姐 这车是文杰看上的 恕不能让 贱妇 一顿狗男人 倘若我出更高的家 叶小姐 你真想要这辆车 这辆车 是我叶家要送给店主的礼物 所以无论书 你都让他 送给我的 行吧 那就让给你吧 文杰 这车你不要了 就这么一小玩意儿 买回去也开不了几次 还不如 顺水推舟 送给前妻 我看是你这个小白俩买不去 啊 花女人的钱 算什么大人 别给抱上大小姐 就礼于玉龙门了 人家可是要嫁给 你怎么就知道我买不去 就凭你自己啊 花十个亿百克 可笑之急 徐文杰 求求你别装了好了 半个富婆 不要了 睁大你的狗眼多好好看 这个 能不能买得起 我头一次听说啊 十个亿还能刷卡 经理 你可要看仔细了啊 就 就一张pro卡 不会是那种超市 买一百减五十的吧 这 这 就是 想看更多精彩短剧 就加入热播短剧情报局 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 最新一手资源 每日持续更新 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这 这是 这是什么 不是精灵你好好看看 别眼瞎了啊 这 这可是 神龙殿 智高黑 全球 仅此 徐先生和神龙殿 究竟是什么关系 神龙殿智高黑金卡 徐文杰 你怎么会有 杰 搞不好 是他偷的 对对对就是出来了 这个窝囊费 怎么配得上这张黑金卡 不行 快不行 闭嘴 既然是神龙殿黑金卡 无论来历 门店自当遵守神龙殿的规矩 经理 去把车给徐先生背 是 大小姐 大小姐 万一神龙殿 你什么身份 也配合我团神龙殿 行 咱们抛开神龙殿 经理 就凭一张偷懒的卡 提走十个亿的车 你怎么向门店老板 叫 经理 告诉他 这是谁的店 经理 告诉他 这是谁的店 这个店 都是我们 大小姐的 这扫狐狸 怎么这么有钱 他们都叫他大小姐 他到底是谁 经理 现在能开车了 能能能能 时间走 那边 这把车 这把车 慢点慢点 咱们 刚离婚就四处勾搭 叶小姐 您的婚离对 叶小姐 我听说回春堂最近在收购制药公司 柯绍的消息可真理你 那您这样说 是有什么介绍吗 可不 北城庆鱼堂 今天刚管 庆鱼堂 这要股份有限公司 这不是北城想当当的 是啊 庆鱼堂老爷子刚过世 这公司现在没人管 如果你们能把这个收下 这是好事 那柯绍可知道收购多少 上钩了 上钩了 这庆鱼堂亏损严重 已是空壳 只要回春堂被收购 他们日后 不就让我拿捏了吗 不多 也就是刚刚两位小姐 准备提车的请 姐 咱们赶快签了吧 要不然别人抢走我 今天就可以签 谢谢科上的一座引荐 这真是解决上了 姐 天都快黑了 咱们赶快去跟店铺抽费礼物啊 哎 二位小姐要去什么 刚好 咱们一起 好吧 行 你们先下楼吧 我和超过去听说 姐 这都这么晚了 这礼物该怎么办 先加星鱼堂 未来你的物品 真是翻数百倍 把这副河头送给你 哎 我怎么就没想到的 哎 我怎么就没想到的 哎 试文杰 试文杰 鱼堂 锚 觉得别跑了 我就是了 回到路上 对不起 你去找我 好 谢谢 我来 你去找我 因為沈萬三沈大人就足夠讓神龍店鎮上三陣了 這位又是哪位貴賓呀 這就是神龍店真正的主人啊 就算沈萬三在他面前也得貴著 店主 這是你的接待室位於神龍店最底層 能俗感這個北城 你是否有你 店主 夜淺淺夜曉晴出店 是 是 看見店主 姐 這店主的背影怎麼看著這麼熟悉啊 二位 店主時間有限有什麼事請儘快舉報 店主我們前來是特意為您封上紙禮的 庆余堂 是 我夜家通過柯甲知道庆余堂出售的消息 便當機利大家去買下 只要回春堂門和庆余堂聯手 那這北城醫藥便寄生到主 好一個客席 手都伸到回春堂了 打狗也得看主人吧 二位 還有什麼事 哎呀呀呀我還有事 請講 店主 既然沈小姐他不願意嫁給你 你不如 考慮考慮我嗎 店主 既然沈小姐他不願意嫁給你 你不如 考慮考慮我嗎 放肆 店主的回應大事 使用兒子撒堆 店主 前前有一事相求 何事 我們在外等的時候 我前夫徐仁傑 因為偷到被抓進了神龍店 請店主讓他贏 我會考慮 二位 店主累了 姐 店主什麼意思 看不上來 店主高深莫測的 其實我都可以穿莫測 那我們只能等消息嗎 我會考慮 可欣 劉少博 店主宣 哎 來了來了 哎呀 等了一天了 趕緊走 跪下 店主讓你們跪下 店主讓你們跪下 店主是龍城最尊貴的存在 讓你們跪 是你們的福分 能不能給店主磕頭 也是我的福分 哎 是是是 磕頭 邏輯 若沒有其他事情 就滾吧 店主大人 我們來吃獻禮的 是是是 你們能拿出什麼好東西來 店主大人 這是 鯨魚堂的絕密丹藥 延年易購丹 福之可以延寿十年 還望店主孝达 你 什麼辣的東西都敢帶著承農店 什麼辣的東西都敢帶著承農店 你是怎麼做事 屬下萬事不理 還請店主責罰 這個月的俸禄 沒了 店主饒命 店主饒命 饒命饒命 想讓我饒了你們 就這點可以 店主饒命 店主饒命 是就給店主舔鞋 我我我我我也舔啊 舔啊 老大也都抵好了 多看一眼 挖你們的眼睛 連狗都做不好是想做死什麼 連狗都做不好是想做死什麼 滾吧 哎 是 店主讓你們滾 哎哥哥 咱們什麼時候得到聚客店 你問我過哪兒 是不是咱們李孤宋才死 今天這事吃得不 這我哪敢說的 還有其他人嗎 沈小姐原本是要來退分的 不過 不過什麼 沈大人把它關上去 去看看 站住 什麼事啊 我腦肺 不是神農店把你抓了嗎 你怎麼逃出來 神農店我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說什麼大話 你信不信我現在吆喝一聲 馬上就有神農會會抓你回去 抓我 呦 什麼味這麼臭 有股 鞋底子味 真有那麼臭嗎 學員姐 你怎麼跟柯少說話呢 哦 這事不能說呀 放你媽的狗臭屁 我告訴你店主很看重我 柯少別生氣 他一直口誤出來 學姐 這不是你幹的地方趕緊走 你們剛才可不是這麼說的 我弄廢你發瘋了吧 你知不知道 剛才要不是我解放你 你以為你真的能從裡面活著出來 你竟然還敢偽裝店主 我不是店主 誰是 徐元傑 飯可以亂吃 話不能外出 在神農店冒充店主 記不信我吆喝一聲 你馬上就不明明了 課長 徐元傑他 他已經有意想症 你別跟他計較 行 既然千千給你求情了 我去找你 爹千千 看在我們曾經是夫妻的份上 我給你提一個行 姓余堂就是個陷阱 親可見就好報名 你胡說什麼呢 你可窩囊廢 你自己敢詛咒我們回程頭 二位小姐 你們也知道 徐元傑他一直愛不做八道 你們不要說 就是 這小子不知道在這發什麼點子 不信你就算了 爹爹 你快回來 回程頭咱回事了 什麼 不是他出事了 二位小姐 呃不如坐我們的車 我們都是 快 走 走吧 哎 千千也不老了 回程頭 太老了 媽怎麼回事 你們是不是私自做了決定 簽下來慶余堂 你們是不是私自做了決定 簽下來慶余堂 你們是不是私自做了決定 簽下來慶余堂 請余堂 請余堂 請余堂悔空嚴重 已經成了個空殼 咱們夜家最後的現金流了 不可能 不可能的吧 這個聲音 是科長介紹給我們的呀 科長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們說怎麼回事 他已經布好了現情 就等著你們妄語蹲呢 可惜 你是個傻千刀的 是我女兒是不是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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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告訴他們 回春堂投資爆雷 市值所受無幾 我們大發慈悲 開個家吧 喝家留家 可以勉強接受你們 做夢 房子野心 接近夜家 就是為了回春堂 哎 現在還有一個這些玩法啊 那就是 現在還有一個這些玩法啊 那就是 現在還有一個這些玩法啊 可惜 你快說我們夜家 哎我可笑 這賤人是勢 那別後悔 走 哇 全完了 回春堂 是神農店的一步 他們對回春堂下手 對神農店不敬 去找店主 不信 店主不給咱們撐腰 對 我們去找店主 最新消息 神農店主將於明日 在龍騰大酒店 迎娶沈如玉沈小姐 不信 店主不給咱們撐腰 我們去找店主 有新消息 神農店主 將於明日 在龍騰大酒店 迎娶沈如玉 沈如玉 不是退婚了嗎 好 你一招以退為敬 這個沈如玉 他真是不敬 夜家 必須在明天婚禮上 求見店主 什麼事情 多一天 就多一天威信 爸說得對 我才參見店主 唉 別不清晴 你我之間 用不著那麼多禮書 哦 店主 畢竟是店主 我才 好了 公禮書不得怎麼樣 店主放心 萬三辦事 向來絕無插持 好 注意 臉老脾氣 我上去看看他 打租 summit 臉老櫈 店主到 老爺讓你下去見一下 不見 店主到 喂 什麼 媽你自然打了 你現在在哪 湯城絕品房產中心 你馬上過來 老大大 你他媽就拿這張破卡過來湯城 耍我的 怎麼會呢 這卡是我兒子給的 誰管你兒子 我他媽帶你看我一天的房子 手續都辦好了 到結帳上你給我來個證 你覺得合適嗎 你再刷卡試一試 湯城的房子一棟三十 三十就這樣刷卡 是我有病還是沒有病啊 這這這這這沒這 來啊我這老太婆子我都去 哎 我 我看誰敢 我看誰敢 爸 沒事吧你你誰啊 沒事兒兒子 你可算來了 誰敢當我媽 快滾出來 哦 原來你就是這兒 你帶這麼多人嚇了 你知道我是誰 龍虎堂龍四哥 是 龍虎堂龍四 死 現在 打我 你都讓我弄死 兒子 別惹事了 這房子大不了咱不買 蔡總 啊別怕 今天有兒子跟你抽藥 在那裡抽 沒有人敢跟我做的 四哥 什么人在汤城打厂子 清衡啊 你们这儿的房子 我全买了 清衡啊 你们这儿的房子 我全买了 全买了 这可是汤城绝品啊 全买下 那万一都不够了 忘了吧 你有病 一栋都买不几天 全买了 怎么 不敢卖 这干嘛呀 一看就来找上手打他 不错 有孽啊 这还是人呢 龙四爷到 是 四爷 就他 他咋场子 哪来的土狗 敢在老子的地盘闹事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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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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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跪着 这神龙殿店主 店主大人 小人永远不是太山 你挠了我 还请店主饶命 这汤城绝品的房子 店主您随意挑 从今日起汤城绝品 都是 这个态度还差不多 老师 你真的是什么神龙殿的店主 妈 不管我什么身份 我永远都是你的儿子 咱们去看房子吧 你喜欢那套就住那套 明天呀就是你的婚礼了 给我那个儿媳妇 也买一套 咱们呀不能亏待了人家 徐文杰 怎么又是你啊 今天会不散 哼 今天是我的婚礼 我有邀请你们吗 哼 今天是我的婚礼 我有邀请你们吗 你怎么那么能装啊 我装 是我装 还是你们 为了参加婚礼 不惜花钱购买邀请韩庄吗 徐文杰 我叶家今天来是有钥匙 钥匙 要是 要我猜一下 哦 是不是回春堂爆雷了呀 你怎么知道这样吧 如果你们求我 我倒可以帮助你 不必 有骨骑 那就自生自灭吧 嗯 有请新郎登场 店主 我叶家有钥匙 请过 店主 我叶家世世代代 共复神龙殿 如今早打人设计 回春堂 怎么说也是神龙殿的一部分 他们设计回春堂 就是不给您面子 请叶家 为叶家做主 请叶家 为叶家做主 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 打狗也得看住 神龙为何在 在 救他们 先将两人扣住 婚礼不宜见嫌 等结束 再处置 对对饶命 少攀器 店主之命 岂敢不从 救救饶命 救救 救救他 多谢店主 婚礼继续 婚礼继续 请新娘 沈如玉入场 怎么会是他 这撒狐狸 不是 玄杰的拼头吗 他 你还不明白 他就是 沈家大小姐 但是玄杰 可真是大大 竟然可能店主乔女儿 你还是担心下自己吧 沈家大小姐本来就得罪不起 更 他现在还是店主夫 我 我只愿意嫁给徐温杰 店主 我就把女儿 托付给你了 徐温杰 你到底在哪呀 你再不来 我就要嫁给别人了 别喊了 我不就在这儿吗 你 你是 徐温杰 什么 店主竟然是 徐温杰 怎么会 我一起为叶家寻找沈龙店主 你不知 这儿我就在眼前 店主何其曾 启示你能泄露 我这是 这儿 竟然真能拱手让手 要不然 沈家也不会在我叶家 一生 小丑 原来是 我 我搞中的废物 这些 竟然就是徐温杰 徐温杰 竟然是神能定店主 别要往我们叶家 别要往我们叶家 龙四 柯欣刘少博多次欺辱我家人 还敢染指神能店的产业 拉下去 出于急刑 是 带走 至于叶家 贪心过重 建立妄议 以后 就由沈家接管回春堂 叶家 终身不得行医卖腰 还有你 沈如玉 你还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谢谢